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佛在我家 宗主会原禅师开示 学习《易经风水》知一切法 而不被一切法所福 才能日日是好日 在易经大学研修中华民族智慧 易经风水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结合了宗教 并且拥有许多的妙法 今天我们同样与王禅老祖师尊 以及先佛圣神有约 聆听同修来宾的人生经验 一起来感受维新世界 结合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奥妙 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各位观众好 我是易经大学私信班 正期班第六届的学员江章淑珠 江章淑珠 师姐您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分享 给观众朋友们了解 您自己的个人宗教信仰历程 还有进入了维新圣教 一些学习的过程 我以前是跟大甲妈祖结缘比较深 因为我妈妈在我们小的时候 她就跟大甲妈祖一起进乡 到北港进乡 新港进乡 那我就结婚以后 我也跟着她走过几次 进乡跟大甲妈祖坐车子七天 后来跟民国 好像是民国八十八年 跟师父结缘以后 慢慢慢慢地就往我们师父这边 不过大甲妈祖那边 我也是每年都有三次到五次到那边去跟她 也让她感恩她的那个 以前护佑我们妈妈 娘家 一家大小平安这样 后来在民国八十七年以前 有一位师姐 我在跟她谈天的时候 她在跟我说 我常常跟我先生骑摩托车到仙火市 那时候她不知道仙火 她说到一个寺庙去 那个寺庙 那个里面风景蛮不错的 我说那在哪里 你带我去 她就说 好 那我们就改天去 那天我去的时候 跟她师姐就有两个人 我开车跟她一起去 进入那个庙门 我们拜拜以后出来 怎么听到鞭炮声 鞭炮声 放鞭炮的声音 有活动是吗 也不知道 那时候我们的宗教还没有很大 对不对 我说还是怎么有鞭炮声 我就逛一逛 然后就走那个 我们往那个维新园那里过去 在半路上碰到我们的师父 师父就被跟一些 寺相师姐大家在一起 师父一看到我们 她说阿弥陀佛 你好 我说 怎么这个师父 怎么那么慈悲 一看到人就那么慈悲 就跟你先跟你打招呼 不是我们先跟师父打招呼 就跟师父接下一面之眼 那就我们就逛一逛就回来了 后来是我进入到我们中门的时候 我才晓得说那天刚好是我们道上在上两个 在放鞭炮 这样 后来在差不多过了过年以后三月的时候 那个又有一位师姐她跟我讲说 那个南投有一位师庙他们在做法会 他们缺少义工要收捕捉的那个东西 没有人 我们大家一起去帮忙好不好 那我就说反正孩子都大了 没事情做就跟他们一起去 去的时候师父也很慈悲 我就说原来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师父很慈悲 跟每个人加持 一看到他师父就很高兴 你如果那时候我们又才知道 你如果有什么不好的运气 什么师父都会帮你拍头拍三下 或者把胸部再给你打三下这样就帮你解印 我们不懂 说师父在家序我们就让他家序就好 那一天我们就晚上七八点的时候 把普州那时候净土们还没有盖 就打那个铁金地板 所以普州放在上面都会摇框 然后我们就帮他们收好以后就回来了 三月回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 他就一样过日子 后来到六月的时候 明后八十八年 九号一大地在哪一年 师姐又说 我们那个有人在教医经 我们去学医经好不好 我就说什么时候 他说在晚上 晚上还可以 我们就大家一起 师姐一共有七个人一起去 一起去报名 报名一去看说 那怎么是那个年轻的法师 原来是原尊法师 他第一次来章话授课 我们就跟他结缘 结缘以后 后来过了下个礼拜 过两三个礼拜 那师傅就亲自到鲜秀班来跟我们讲解中门的事情 还有帮我们说有一个正确的宗教观念这样 介绍我们的中门这样 大家就吻吻吻吻吻 就跟着 人家上课就跟人家提着书包上课嘛 下课就书包放着就不管他了嘛 对不对 后来到九二一大帝生的时候 大帝生以前师傅说山上要华会 那时候我们出去办理什么不懂嘛 他说要在五百罗汉那里要念佛 我们不知道 那时候师傅说什么唐上宫什么白计划 什么一大堆我们都不懂 我们就说哪一天要集合 哪一天晚上集合要念佛 就跟着上去念佛绕佛 在那五百罗汉那边绕佛 绕佛回来以后就发生主要一大地战嘛 师傅就上课的时候 因为每年每个月有一个供修日嘛 第四个礼拜 我们去的时候师傅就跟我讲说 你们这些地址 大家都很平安 我很高兴 因为九二一大帝生的时候 那时候一共有几千个学员不多 只有几千个而已 我都去帮你们看一看 都帮你们 好像帮你们扶持一下 大家都很平安 房子倒了不要紧 不过大家平安就是一个福报了 我们才知道师傅说 这个就是我们做法 做那一场法会的效果 已经把伤害降到最低了 就这样跟师傅 那时候就跟我们的中文就有信心了 就很积极 比较积极地在学《易经》了 这个经过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整了 那您自己本身在《易经》的这个学习的这个部分 您有没有一些特别深刻的感受 因为我说我们本中文 老祖的照顾还有师傅的慈悲很多的印证方法 九号一大地震没过多久 我们那个秦和堂就 那个天花板都掉下来嘛 那时候我去做义工 刚好碰到师傅 我就跟师傅讲 师傅 我这个左肩绑着后面的果王 台语叫做果王 很痛很痛 都治不好 我都用那个到墙壁上去压弃他 叔叔说这样不行 我帮你治疗 结果他帮我后面打三架 前面再打三架 结果回来就好了 到现在从来没有复发过 就见证了嘛 对不对 您亲身见证了这个 第一次见证的 神机 对 神机 很奇怪 前后面打三架 那个这个已经好几年 结果就好了 后来再过了差不多三四年 我记得好像是那一天 好像是师傅 好像是未年 刚好师傅那一天 在那个天堂 他在写天德间 我们不知道 跟师傅那时候 以前前两 前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我碰到师傅 我跟师傅讲 师傅 我这里左边乳房 有一个那么大的流 不晓得好坏 不知道 师傅说 你不用去给医生看 我帮你治疗就好了 那我就说 师傅什么时候有空 他又说 你就哪一天来 我就那一天就去了 就现在在那边等 师傅看到我说 那你等一下 我就好 我就慢慢地等 从早上快十点 就等到 中午吃饭 师傅也没有出来 到下午快四点 都师傅才从天堂出来 我不知道那天 师傅在干嘛 一出来师傅就看到我 又看到外面的有彩霞 他就说 你看到我外面那个彩霞 很漂亮 我跟那个曾文鸿台长 两个人 傻傻 不只要说 师傅看那个彩霞 他有看到天界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就看到 这晚霞 也没有看到什么奇迹 对 我就好 对 我这个师傅 我等到现在 也是脑子在考验你的耐心 我就等到下午四点 师傅从天坦出来的时候 他就帮我治疗 到大雄宝殿 他就拿香 还有那个金子 香跟金子 金子 师姐帮忙 有一些师姐帮忙 他就帮我领了 领了以后 再把他的金子放着 加持 加持以后 他就说 跟我讲说 三天以内 你不能够用水洗 只有用毛巾擦就好了 是 那我回去照师傅这样讲 第一次你等得最久 第二次就慢慢 慢慢的减少时间的 慢慢到第三次 师傅到第三次的时候 你不用来 你好了 就到现在也没有互花 因为我每天在洗澡的时候 我都会检查一下 结果还好 是 这个也是一个见证 对不对 然后再有一次就是 因为我要买新房子 我在彰化买 我儿子说 你不要啦 你不要买房子 我们大家都在台中上班 你在台中附近买好了 我就看了差不多四五年的房子 因为我们有学这个华 我们都要粘卦说 你这个房子如不如好 不如好我们就不买 就找不到 找了很久找不到 我就那时候我还不会 不怎么会解卦 我就 沾卦以后 就请师兄 我师兄就那时候已经进入我们的华门了 我请师兄 那时候请原生法师帮忙解卦 结了四五四个卦都没有如法的房子 我那时候慢慢的忍耐 结果有一天 那个原生法师不晓得怎么样 胡志欣宁 他就说 你买房子到家还没有 我给你讲好了 因为师父说有跟我讲 我才敢介绍 要不然我不介绍房子给人家 他就说 人家在那个大理师丘甲那里 我们有一个师兄他有建房子在那里 那个房子很如法 还有道山道乡可以平安 住得可以平安这样 我就跟他去看 请师父看 师父说 可以啦 您就买这一间可以啦 我说 郭师父 关鬼磁石旺旺呢 说没有洞油就是好房子 关鬼旺就是 那个房子建得很坚固 我就听师父说就买下来 他买下来没有多久 好像是自己心神不灵还是怎样 有一天差不多半年以后 有一天 楼上二楼 一不失神在呼手 手呼 没有呼到 就跌下去了 跌到那个一楼下去了 那个房子是三米九 如果是那个转弯的梯子 也有两米以上嘛 跌下去了 糟糕了 一定骨头断掉了 结果骨头没有断 就痛得很痛就哀哀叫 那时候就 我师兄跟我在家 我师兄赶快叫救护车啦 我说不用啦 不用啦 好像骨头没有断啦 不过就是很痛很痛 我那个痛实在受不了这样 我说我忍耐一下忍耐一下 结果那天 我师兄就用拖的 一直拖拖拖到楼上去 然后睡了 隔天我师兄说 那不要去给医生 我说不用啦 今天是共修日 因为我们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 有共修嘛 我说我去找师傅就好了啦 坐车子嘛 用拖的每个人 这左脚一定不能动 一定不会动的 拖拖拖拖拖拖 也是不能痛 我说很痛很痛 那时候应该要请师傅加持 这个师傅很忙没有用 没有 我就没有找师傅 就想到那时候十几年前 有一位师姐 她的大拇指车祸断掉 从这边断掉 那个已经打石膏打好了 她也是刚好共修日 那也是我们第六届的学员 跟我也是彰化的学员 我跟她认识 她说她找师傅 我说你找师傅干嘛 她说她骨头断掉 请师傅开事有什么方法 因为她打石膏 至少要两个月以上才会好 我们就跟她一起去找师傅 那时候师傅要上课 就办法上跟师傅讲 师傅 她的骨头断掉 那怎么办 她都说 这个很简单 你就用我们的易经的法 我们易经的法就是 前三年 前为天 前三年 前三年就是三个L都连在一起 你说你就一面看电视或是坐着 你就一直练前三年 一直给她化掉 给她化掉 一直练前三年就会好了 结果她不到三个星期 她就把石膏脱下来就好了 刚好那天我就说师傅很忙 我没有这个小事情 请师傅也不知道 我就说想到这个法 我就坐在那里 椅子上 因为我们公修的时候做普团 没有办法做普团嘛 我就坐在后面的椅子上 我就一直念前三年 前三年一面听师傅开始 一面请老祖教授 前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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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念 念到后面说 好像还就不痛了 还不敢站起来 我先生就中午休息时间嘛 我先生说 我下去打饭上来给你吃 我说好啦 我先生就下去打饭 结果刚好起打饭的时候 那我们的初级班导师 严存法师 他就带了一些客人 士雄师姐来参观 我一看到他很高兴 我说哎 老师 这样一站起来 走路都能走了 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的疫经的妙法 跟师傅讲的有道理 前三年就把这个骨头接着 你就会好了 就好了到现在 没有什么后遗症 什么都没有 这样了 我们回想一下 当时接受老师们的指导 疫情方面 或者是风水方面 甚至是选择时间 日子方面 您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跟严主老师 是言论蛮深的 他也非常非常慈悲 因为我上课差不多两年以后 师傅就说 你到嘉义 到西楼去开课 那时候晚上没事情做吗 孩子都大了嘛 那严重老师说 你跟我一起到那个南部去做当义工 护士一下 我说好啊 他很慈悲 他知道我晚上不开车 在彰化的南方 我住在彰化的北方 我说老师不好意思 你要来载我 要不然晚上那么晚 我不敢开车自己回来 要不然我如果说大家在交流到 开车到交流到 大家在集合 然后我上他的车到南部去 还可以 他说那不用了 我去载你了 他就跟我们的祭司娘两个人 要上课的时候 他说主啊 我现在要去载你 我说好哪是你来 他说来载我 就一起去往南部去 跟他红火的时候 跟他一面走 他走得还蛮顺的 所以有点幸福 不过蛮顺的 因为我在旁边 看他很多印证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举例来听听看 我们就要去服务学院 他说那天我们都 有的时候都晚上11点多回来 早上7点多10点多又出门了 出门都去看人家的房子 去一师兄就有一天 去一个师姐家的房子 我那时候就有一点甜甜 因为我们都不晓得 初级班不晓得 他就说 那就下面跟师姐他们在讲话 我们两三个师姐就比较好玩 他又认识这个房主 我带你到楼上去看 到楼上去看 他们在楼下讲话 老师还没上楼 我们就先上了 结果我们上去的时候 一到趟的神明天 这有一天神明天 我就进去了 不得了 还是要走在法师的画面 因为法师旁边有护法什么 没有 一进去的时候全身发痒 好像在笨子蚂蚁在咬你的时候 我跟他一直打一打一打赶快出来 经过这一次以后我就学乖了 我说老师走在前面 我跟着在画面就好 我不要自告问题走前面 但是印证了我们的法 还是要有老师来牵引才可以 不要说自己随随便便乱做 有的时候像师姐那时候 他一个写了什么法 他就自己随便乱做 就那个后果有的时候不什么好 所以我这个有体验到说 有什么事情还是先请叫法师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不要自告奋勇这样 要小心一点 有一个案例 就是安公骂的方法 那时候也是请云尊法师帮忙 那是我一个亲戚 家里很不如意 家里有五个小孩子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如意 他就是赔了很多钱 家里又不平安 我不知道 他知道我在学这个法 他就说 祝啊祝啊 你去帮我看一下 我说那我请老师一起去看 因为我那时候只有正气班 还没有上时讯班 我没有把握 我就请云尊法师一起过去看 他那个房子因为是租的 他家以前是大甲那个大地主 然后搬到台北去 那个房子也还不错 不过就是他公骂安错了 那时候我们没有学法 没有注意去看所以不知道 他们就一路走来说 只有上班什么 不过到小孩子的时候 大家都要做生意 还是做事业什么 就不如意了 然后他就等于是台北那边 那个生意失败 就没有房子住 最后就搬来中部 租房子住 他说他很不如法 那个他的二儿子 一直要在台湾 本不如意要到大陆去 那我给他张瓜说祭神来课 我说不能去 去一定会有灾阳这样 他说那怎么办 他说阿朱啊 你就来帮我看看 我就请云尊法师过去看 去看的时候 云尊法师说 你这个公妈怎么这样 都没有变 原来日系时代 我们那个说皇民的教化 很严重 那公妈呢 以前是我们把公妈放在后面 前面都用什么天造大神 什么大神 那日本的那个鲜火的那个名字 还是天皇的名字 我不知道 用那个名字 后面才 我们偷偷地用我们祖先的牌位这样 这就把公公会以后 他就把那个前面那个牌拿上来 拿掉了 不过他前面那个 什么历代祖先的神位 那个大牌 他没有放进去 只有小牌 裸露在外面 他没有正牌 他说家里很不如意 严重法师说 这样不行 你这个要快改 要上外面要一个 人家说无面无陪 他说无面无陪 你就是对外没有正牌 你出去 主生出去就没有贵人 主生就不如意这样 他说严重法师就帮他看日子 说你这个公妈要从学 然后公妈要帮一下 你要有一个正面的牌位在上面 他又调查上说他有一个弟弟 那个自杀 他往生 他就是给他这个 我帮他沾挂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写给他 因为男丁 大家都是要一个后世 多半公也要一个后世 要一个在仰视的那个兄弟的儿子 他就是当他的后代 就是这个 这个所以就是很不安分 没有超度 没有帮他超度 他也不知道要超度 他以前也没有那种划 对对对 没人把我们教 不知道要怎么做 你刚才不安分 你就跟他来就不安分 他就说 我这个给他当儿子 严重法师说 你这个 他是不幸往生的 找世的 你要帮他做法会 超度他才会平静 结果我就说 帮他超度 就写 刚好我们的水陆法会在做 就赶快帮他超度 帮他超度他的弟弟 超度 我就说 他那个 写给他 那个儿子 他说他不去大陆了 我就逃过一劫了 他说 阿猪啊 很感谢你 刚才我们有这个法 要不然 他不知道要怎么办 这样 他就在台湾找一个工作 他家里就比较平安 后来呢 就是他的孙子 因为他们上几代 都是慈善人家 我是国外安重而已 结果他那个孙子 考上医学院 已经毕业了 因为他们都十几年的事情 毕业了 又娶了医生的妻子 一家现在很和乐 是 就平安了 对 到目前为止 您学习了 易经风水 这样子一个 王禅老祖师尊 传承给我们的智慧 您最大的一个心得 然后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这些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说 我们学这个法 要多多的鼓励 多多的跟社会大众讲一下 有的时候 因为你如果诵经 诵经是 是不是说诵经是最根本的 解恶的方法 不过你要有这个法 你没有法 你就没有办法做 你如果诵经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个法 要怎么去改善的话 你诵义经 所以双的经是也有一个功德 不过效果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灵验 因为我们经过很多次的经验的时候 也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就一直教人家说 你要知道法 要是我们的庙法普传 一定要买 叫他说 你如果说 在家里 把孩子受惊 你收了五次 你一次两百块 你这个已经 那个庙法普传 你就只会票价 里面又有很多东西 是不是 就是有我们的安神卫 安公妈 还有小孩子解恶的方法 车祸的处理方法 要怎样祝寿 怎样向神明祝寿 很多很多的庙法 怎么样拜神等等 对 都可以 所以我们都觉得说 这个我们要多多鼓励 建议大家 最好是来入我们中门 如果没有入我们中门 又介绍上 我们要有这个庙法普传 庙法普传 好的 太好了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阿弥陀佛 我们也非常感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大家锁定 每周四中午十二点钟 收看心佛在我家 祝福大家幸福平安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